Hello 各位歡迎收看咸輝的頻道 今天帶來一段特別的視頻 各位真的要好好看一看 包你未看完就會嘩嘩 因為今天講的這個地方叫寶漢直街 這裡講好聽一點 就是叫廣州最有西域風情的地方 覺得不好聽呢 這裡就是叫廣州最黑的地方 在這段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希望各位可以幫忙點讚 或者分享一下這段視頻 最好當然是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馬上去片 寶漢直街都可以說是廣州市中心 在環市路邊 地鐵站小北就是廣州火車站的後一個站 但是就是一個這麼市中心的地方 這裡基本上一點點廣州的影子都沒有 外域的元素有點多 這裡是廣州其中一個新疆人最集中的地方 在這條短短五百多米的街裡 你會發現很多不是漢人的面孔 看他們的裝束就知道了 所以這裡有被叫廣州的新疆街 當然看到的人不一定是來自新疆的 有蘭州、青海那些 反正就是西北那邊 除了在這裡活動的人群比較特別之外 這裡的店也是很特別的 因為這裡無論是商店和食店 都會讓很多第一次來這裡 或者未去過新疆的人大開眼界 第一次讓你大開眼界 那肯定是商店的名字 那些字每一隻都認識的 但是連買一起去讀 可能會有點陌生 怎麼跟我們這邊的那些不同的呢? 其實在新疆那邊也是這樣的 因為那些字都是維吻的陰液 漢語書寫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就像我們這裡的什麼記什麼記 上到那邊譯回文字 都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說這裡是新疆街 就不是吹水的 然後還有一些肉店 我覺得很多人覺得這些是很普通的 肉店而已,這裡也有 其實這些肉店都算是那邊的一種特色 廣東人買肉呢 就多數是在街市那些肉店裡買的 多則是買幾十塊 少則是買幾塊雞都可以的 但是不會買很多 因為那些店舖 那些街市那些店舖 一天就拿摩一兩隻豬 或者一半隻牛封頂 但是其實新疆 或者整個西北那邊的人買肉 很多都是在這些肉店裡買的 因為他們吃肉是吃得比我們多很多的 他們一買就買很多的 我們這邊切肉用的針板 他們是不用的 他們要用那些樹幹去切的 你想想那個買賣的量 其實是差很遠的 補看這裡是有很多這樣的肉店 裡面是擠滿了很多肉 每個埃蚊就有很多縮記衣記去光顧 而且這裡還有一些廣州不太常見的肉 這一點就含邊再說吧 其實關於新疆的東西我真的說了很久了 說到明天還可以 因為我一共去了兩次的新疆 南北都去了 兩次去了加上一個月 我對那裡真的有一定的了解 至於這條街裡 最可以體驗不到新疆風情的 肯定是這樣的餐廳 因為這裡的所有餐廳 在門口會放一些囊 烤包在這裡 這些東西明眼一看就知道是只有新疆那邊有的 由街頭到街尾都是這樣的 這些東西都是在門口做的 現場做的 看到這些景象 或者是懷念 因為那時候 我真的抽了很多次的熱鬧 但我只剩下自己去做一份 當然廣州這裡的 肯定跟新疆那邊有一點點多差距 那邊延似很多 但是這邊的店 去做那些囊的步驟 工藝 都是一樣的 在這裡拆粉 然後放在窯裡敲 那些囊 出爐的時候的味道 一夜就把你帶回去新疆 我發現這邊也挺有意思的 因為那些囊的品種也不少 而且又有帶又有西 還有果仁在上面 此外還有新疆的手渣飯 這東西真是絕 我估計新疆的人都有深刻的印象 因為油好像是水一樣 但是其實挺好吃的 口感就很香很飽滿 這條街裡面 基本上每一間的新疆餐廳 都有這些食物 那其實究竟好不好吃呢 我都去其中一間那裡試了一下 首先先看看菜牌 看到其實都很多菜式 而且多數都是改良過 加了很多西北的菜式 畢竟新疆菜 而且有些就不太適合廣東口味 這次就點了兩個烤包 大小就大概半隻牛角包 差不多 這些東西很脆 裡面是拌了洋蔥的羊肉 可惜它就灑了一些滋鹽粉 因為我其實不喜歡吃滋鹽 不過也是好吃的 可能因為都算是新鮮出路 但其實這些東西 去到哪裡都是 我覺得一定要新鮮出路才好吃 所以它又會變硬 接著就是這個手渣飯 廣州這邊的材料有些不一樣 沒有那邊的巨型蜜棗 基本上都有 相對來說 這裡的味道沒有那麼甜 也沒有那麼多的油 還有這裡的羊肉 基本上是用燃羊肉 這東西很難得 你知道嗎 廣東這邊的羊肉 基本上都是山羊肉 新疆那邊吃的羊肉 就是燃羊肉 肉質比較軟很多 而且沒有那麼鬆 其實也證明了一點 就是外面的肉店 就是有燃羊肉 可惜的就是 這間餐廳的肉 做得很夠軟 沒有做到那種 入口即化的感覺 此外 那些飯也差不多了 多或少都是生骨的 至於那些狼 如果你們比較喜歡吃麵包 特別是沒有餡的 比較傳統的 歐式麵包 我覺得你們應該會喜歡的 因為其實真的挺香的 難怪會有那麼多人買 我自己晚上回到去吃了一個 不過我經常吃過 最好吃的狼 都是新疆那邊的 放了羊奶去做的那種 我認識這裡是沒有 好看這裡說是新疆街 其實更多的是 大家看到這裡有很多新疆人 和很多新疆餐廳 其實這邊和新疆的地方是相差很遠的 首先肯定是風貌相差很遠的 新疆就是這樣 建築外場基本上有花紋的 而且一大堆是用黃泥去做的 很長的都是黃泥 多數屋都是兩層高 有些會有三層 木雕是比較多的 而且報告會比這裡好 這段影片是當時拍攝的 雖然說整個古城都是迷宮 但其實不會像普漢一樣 看得這麼亂 看一看這裡 特別是死人鐵皮屋 招牌之類的 真的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說 這種索料滴漏 用來做什麼的呢 有幾個都要放一起 廣州這裡 真的對比新疆那邊 看得很奔放 即是一下子就奔回到以前的樣子 又或者這裡 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怎麼變 還是停留在以前的樣子 至於買的東西 差別更加大 寶漢這裡 就是某一特定區域的外貿雜山地 我覺得這點應該是皆知漢民 新疆那邊 除了三庫百貨之外 還有很多手工藝品 即是這麼說 寶漢這裡 是很現代的廣州 都有一塊地方 好像被一個時代遺忘了 而新疆那邊 是一個相對落後的地方 帶著古老的手藝 慢慢地走入五代 兩種的東西 給你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新疆那邊真的有很古老的手藝 打馬蹄鐵你看到沒有 還有新疆那邊的餐飲 是很野性的 這一點 我覺得他個人都會心有體會的 我們在這裡說 本地人幫襯多 專門做街坊生意的餐廳 都是很接地氣的 因為那些餐廳都知道大家要什麼 新疆那邊就有點不一樣 他們可以說是叫貼地氣 因為那邊就知道大家不需要什麼 那邊吃東西的環境 其實就原知很多 市內、郊外都是這樣 烏魯木齊那邊就不多算了 因為那邊其實有些比較高檔的餐廳 我自己去過 我吃一頓飯都跟廣州那邊差不多 可以 我當然是有上級的 廣州那邊的餐廳 廣州那邊的餐廳 總算是有一個道 就是那個環境 剛才他們過不了一個環坪 至於兩地吃東西的價錢 就肯定是廣州 是新疆的至少一半 這個沒得說的 但都是三十多元 一個手拿飯 六元一個狼 還有新疆很多當地特色的食物 其實廣州都是沒有的 有些什麼的烤蛋 有些什麼的羊頭 真的很多都沒有在那裡出現 至於兩地有什麼是比較一致的呢 就是那些水果店 新疆是周家的水果店 還有廣州也是 因為在那裡擺的東西都是這樣擺的 那邊就是埋蹄子、石樓、蜜瓜 這邊就是賣香蕉、火紅果、番鬼泥芝 還有這裡真的有很多這些奔蕉 在那裡奔香蕉 其實是不好吃的 跟本地的香蕉差很遠 那說完什麼叫做新疆街呢 就說一說這裏是廣州最黑的地方 這個也是保安直街一個不可以迴避的問題 或者是廣州一個不可以迴避的問題 廣州是國內所有大城市裡面 最多黑縮縮的城市 阿拉伯都多 其實就是第三世界的人在這裡比較多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在西亞、非洲地區那裏 那裏是中國 最近的國際空港 妖魔就是香港 妖魔就是廣州 那你說他們 中國這邊做生意的 你說他們會去哪裏 主要我說的是國際空港 其實國際空港跟國際機場有些 那麼多的差距 其實國內真正的國際空港 就是只有那麼多個 還有就是從歷史上說 廣州一千多兩千年 都一直通過一個海上絲綢之路 跟那邊的人進行貿易 保安這邊就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北京路的千年雙都的牌 其實不是假的 廣州這個地方 在國內 有最多的 專業的小商品交易市場 特別是禮灣月首的一種區 保安這邊 即是小北、洪心路、環巣路 這邊 都是售賣那些 日用品、小商品之類的 一大堆做中東、中非貿易的店 廣州的黑人 其實很多都是 一開始就是從事中非貿易的中間 在星期日的時候 播出了《無辱之路4》 這一季的製作特輯 其實都有介紹過當地的情況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的 在非洲 其實很多地方 那些獸仔是連鞋都沒得穿的 有些地方更慘 甚至連褲都沒得穿的 我們這邊 很多很普通 每個人都覺得是 應該有的物品 對於那些地方來說 是一種奢望 其實很多中東、中非貿易 那些貨品 都是這些比較細型的 用品、商品之類 因為老實說 難道你叫他們去清平市場 去買那些生用海味 去補一補 或者 十三行去買那些 當季新品 這些東西 對於他們來說 也不一定 因為那邊 很多人 都是那個 連生存 活下去 都沒辦法 當然 其實中間 都產生了很多問題 十幾二十年前 更加嚴重 具體就是 很多 非法制度 留在中國的 非洲人 從事很多 非法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 應該大家都知道 但是 隨著 時代的發展 自理監管的手段 科學了 和精準了很多 基本上 可以說 在源頭打擊了這些東西 這些問題 到現在就好了很多 來到夜晚 小北這邊 更加嚴重 因為很多人 基本上 隔好價錢 談好價錢 就 磅水出貨 準備走回家 白雲機場 晚上 是國際航班 出境高峰 特別是飛去非洲 那邊 基本上是晚上起飛 所以 如果你是晚上過來這裡 你會發現 比早上 很多 還有路邊 很多車子 在裝貨 塞到整條路 特別是同心路 至於這邊的餐廳 晚上更加多人 因為去不到新疆 很多人都在這裡體驗一下 事關於新疆 其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我實在說 我覺得 如果在你七天的時間 去新疆玩 真的很緊 因為廣州飛過烏魯木齊 你無論如何都要六個多小時 去南疆還不死 烏魯木齊是新疆的書樓 你坐飛機到處玩 你基本上在那裡轉機 新疆飛過的客人 都要兩個多小時 你七天的時間 你坐飛機 你可以說 會耗費你兩天 即是一坦尾 一共 一共 不是這麼多人 可以有這麼長的假期去那邊玩的 所以很多人是退而求其次的 不是來這邊 二絲二絲 一到節駕野 這裡也挺多人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要吃新疆菜 就不要來這裡了 天河那邊 有些會更加好吃 環境更加好的 當然那邊就肯定會比這裡更貴 還有就是這一圈 在這邊一路到圖金 即是花園酒店那邊 有很多阿拉伯和土耳其餐廳 有些什麼東西 新疆菜 西亞 中亞 非洲菜 都可以在一條路上找到 所以食在廣州這個字 真的不是開玩笑 保漢直街 變成一條新疆街 或者變成廣州最黑的地方 都是很多原因的 但是最核心的原因 都是經濟發展的問題 其實沒有說那些黑粟的家 出了豬三角 不在江浙湖 不在京津村域 和其他大城市 很多地方 特別是偏遠的地區 生活水平真的很一般 雖然現在不會說 衣不斃體 十餐餓餓餓餓 但是跟我們這裡 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廣州是 所有一線城市裡面 生活成本最低的 當然 現在網上 很多人都說 我四五線城市都很好 為什麼要出一些大城市呢? 但是有多好就自己知道了 為什麼要出來呢? 就是要問一下出一來的人 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人 真的會喜歡 背井離鄉 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去捱世界 想去更好的地方 發展 都是為了過得更好 老祖宗說 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當然可以再讀萬卷書 這樣可以更好地行萬里路 我們去旅遊 或其他地方玩 都是為了建築 好了,這次的視頻就到這裡 希望各位喜歡 希望各位 都在這裡 幫忙點讚 分享一下 最好就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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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